駕駛道德 各位學員大家好 今天我們談的主題是駕駛道德 這份資料的來源是交通部公路局給駕駛班的資料 是普通重型機車的學科教材 教練把他加了一句話上去 當各位有拿到機車駕照以後 就進入人生另一場的淘汰賽 那這場淘汰賽呢 有些規則 你要知道 所以這是課程的由來 因為這個淘汰賽是攸關人的生死 你自己會被淘汰掉 那別人呢也有可能被你淘汰掉 淘汰這兩個字等於是什麼知道嗎 嚴重的話就死亡 我們很重視這門課程 也就是這門課程的由來 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台北聯合醫院的院長 他在搶救病人中碰到的一些情形 那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我說可是媽媽就只有這個心願而已 那一天晚上我就留下來 就反正把我所有會的醫療技術 然後想辦法把他身上的那些水腫都把它脫掉 就第一天早上來的時候 媽媽就走了 媽媽進來就看到媽媽是穿著那件粉紅色的那個洋裝 二話不說就跪下去 咕咕咕咕磕了三個頭把我們嚇到了 我說謝謝 謝謝你們這麼認真讓你們走得那麼漂亮 然後她就說媽媽跟叔叔阿姨說謝謝 你安心地去做美麗的天使 媽媽會好好活下去 這個案例是還好走的時候是漂漂亮亮 可是有多少的這種機車騎士 在那個救治的過程當中是連好好 連漂漂亮亮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那個在搶救的過程那一些 所謂的醫療技術事實上是 就是為了要救生命 比如說心臟停了怎麼辦 我們去壓嘛 我們把肋骨壓斷 然後再壓到讓心臟有胖腹的作用 心臟停了我們去墊 所以墊的都會燒焦 那有些人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做了一次兩次他也回不來 可是走的時候就沒那麼好看 那個沒有那麼好看的整體的樣子 印在親人的心中 那情何以堪 你知道你問過家屬家屬可以講說 事情都已經15年了 午夜夢醒還是那個難看的樣子 所以很嚴重的case 事實上你連要好看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只是想跟年輕人講說 很多事情不是你承受得起 你自己騎摩托車出事情了 你說我只有皮肉傷 或是我只斷一個骨折 可是你的女朋友就這樣變植物人了 或是你的女朋友這樣生命就沒有了 其實活著的人不見得會比較好受 所以那一次的摧毀是兩個家庭 所以我記得2005年那個時候 我都還特別去跟我家的小孩子 一來一女說 我知道你們都沒有騎摩托車 但是千萬不要給人家載 太危險太危險 好 好 所以你也能把你打給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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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ase 我印象里面好像是造势逃义 对 有人看到摩托车撞到 有救起来 但是没救醒 那两个女儿 结果 我记得那个时候 大女儿在念大学 二女儿在念 高桑 结果 妈妈在家 因为他们也舍不得把爸爸 带到安养院去 结果妈妈就自己在家里照顾 结果没多久 妈妈也走路 大女儿没办法 后来就去酒店上班 我那时候还傻傻地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去念书 她说是拜你所示 你把我爸爸救成植物人之后 我们整个家里就垮掉了 她跟我很熟 我就这样 她说我跟你开玩笑 真的是 我普通的薪水 没有办法照顾爸爸妈妈 我说那妹妹念大学的吧 她就讲说 其实妹妹舍不得我一个人赚钱 妹妹跟我在同个地方上班 那个听得很痛 所以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骨牌效应 车祸 它所造成的 不是只有单纯的生命 比如说你这个生命走了 它原本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就不见了 然后你医疗的过程 你所需要的都花费 再加上你变成植物人 变成你的家庭是 本来你的家庭可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变成你家庭所有的 可能的不管是心力或是金钱 就全部都花在你身上了 所以这样的这种所谓的交通事故 或是意外伤害 对整个的社会 不只是医疗成本 社会成本 连机会成本 事实上影响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在想 我们也是希望说经由某些宣导 让这一些摩托车 不管是年轻的 或是有需要的人知道说 这些事情事实上是可以避免的 不骑车是最好 要骑车你就要带安全帽 然后一般的交通规则的就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都已经经过研究过 就是说的确是可以降低 这些意外事故的发生 而且一旦事故减少之后 你变成残废或是 生命死掉了 这个整个比例就降下来了 看过影片之后呢 你对机车一定会产生恐惧感 因为它非常危险 因为毕竟跟汽车是完全不一样 虽然你安全帽 但是安全帽是保护头部 那你颈椎呢 你的视肢呢 你的身体呢 都没有保护 所以是很危险的交通工具 里面有机场车祸 仔细看了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都是人为有因素 产生了车祸 那一场车祸 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 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 限于万节不复的地步 它里面有谈到照顾病人 照顾病人不是我们能力所及 我们要交给安养中心 专业机构去照顾 像他刚才谈到了 妈妈照顾植物人的爸爸 后来又中风了 那中风这两个小女生 就要照顾两个人 所以一般我都会跟朋友讲 真的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话呢 就送到安养中心 那我们就努力赚钱 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让其他人的倒下 其他人倒下的话呢 你会更累 妈妈也倒下了 那怎么办 这也是我们上这堂课的由来 要告诉各位 骑机车还有很多规则 你要去注意 你要去遵守 不要被淘汰掉了 也不要淘汰人家 这里面科目的内容 谈到了什么是驾驶道德 还有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 什么是防御驾驶的观念 养成驾驶道德的好习惯 也就是习惯的养成 最后模拟情境 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车祸统计 111年1月份到2月份的交通事故统计 这个网站是蛮不错的 以前是没有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1月份到2月份 只有短短两个月里面呢 我们台湾就有65,279件的车祸 总共死了538人 受伤人数呢 在87,541人 主题统计就是高龄者最多 年纪比较大的 死亡人数221人 受伤的话是12,845人 18岁到24岁都是年轻人哦 他死亡率也蛮高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里面 可以给我们什么资料 可以给我们什么警惕 这份呢 是各乡镇市还有国道他们的统计 他们的统计 高雄市61人 这个是台南 那主题分析呢 就分析了 儿童、少年、青年、成年 还有高龄者还有全部统计都在这边 那也是一样机车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居车就是 机车部分 剑数是 2374件 死亡7人 受伤2518人 成年人还有年轻人还有高龄者最多 看到没有 65岁以上的人员最多 他这边也有 统计我们各地方的 车死亡率 还有造数率 那这个是 红色部分就是有上升的趋势 那这个是淡绿色的话是有下降 下降 这个网站呢 我们连接点也在网路上面 那各位可以透过 透过我们的网站 去深入了解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A1什么是A2 A1就是车祸 当场或者24小时死亡 那A2呢就是24小时 以后死亡的人数 我又没有引起到别人 别人不都这样做吗 一下子而已呢 图个方便 发生交通事故的机会很低 不会那么倒霉 警察抓不到 这些都是一般人的想法 而造成车祸 我们上网去搜寻一下 如果你 打上机车车祸 新闻的话 点进去 一定是一大堆车祸 因为现在很多 行车记录器 路口呢 也有监视器 在以前发生车祸的时候呢 都要找募集证人 那募集证人谁要当募集证人 没有啊 所以呢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 那我也建议各位学员 如果你是在 常常在马路上跑的 你尽可能 装上行车记录器 因为现在 电子产品 很方便 很方便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 不点进去看了 什么是驾驶道德 驾驶道德是一种 驾驶人的 安全驾驶行为 那这边也谈到合影的态度 就是适当的动作啦 你要做些适当的动作 那谈到适当的动作呢 等一下我们就在看另外一个网站 那无论呢 在任何大陆上 骑乘机车的时候呢 都应该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不做伤害自己 或影响 他人用路安全的驾驶行为 也就是说 马路上不是只有你 你要考虑到别人 你的行为 你的加速 你的变换车道 你都要考虑到 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就进入另外一个单元来看一下 好这里 就是我们教学中心 那我们这里机车课程 机车课程里面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 我们 驾驶道德就是我们刚才在上的 那这里教练也要介绍一个 课程就是看到黑眼就开枪 就是教练用白话文 来表达 官方的文字叙述就是 危险感知 什么是危险感知 你在骑机车过程中 你发现 这个会危险 造成我们的 危险也造成别人的危险 那我们要怎么做 那你要提早发现 你要提早发现 你才有办法去应对 那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 好进入危险感知交易平台 这是官方他们的网站 官方他们的网站 那我们就从这边进入测验这个区块进入 好接下来 五部影片 那五部影片呢 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 这个是在市区的道路上面 那我们是骑机车 那如果我们发现问题的话 我们就点一下 没有看到问题的点一下 那这画面点一下就是代表我们发现问题的 好绿灯 还没有变 红灯 绿灯了 这个各位一定要记清楚 绿灯起步 一定要左右摆头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测验开始 他从他可以发现问题的话你可以从这边点 那你也可以从这边点 发现危险 好注意看一下 我们听到重机的声明了 我从后置间看到重机了 好我们这边画出他挡黄亮身 我们这边画出他挡黄亮身 因为这台重机一定会切到外侧啦 因为前面有车不到他 好第三部影片也是一样 它這邊也會 發現危險的時候呢 你可以按這邊也可以 但是一般來說呢 我們都按螢幕畫面 這是夜間 注意看一下 在世界有沒有車輛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有輛車過來了 看到沒有 黃燈 狂慢速度 我們發現到它了 點一下 其實我們在更早的時候就發現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它答對了 我們看一下到底怎麼樣的情形 它這邊有個藍色箭頭 就是你點擊有效的點擊位置 那如果紅色的話呢 就表示你無效點擊 那黃色部分呢 就是你判斷的區間 就是你判斷的那個時段 時間 時間點 所以呢 在這個範圍內 你點的話呢 都算是對的 好 算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就可以開始點了 好這邊就可以開始點了 已經發現危險了 看到沒有 好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 好這是在路橋 好 其實我們從後視鏡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後面的車子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聲音 你可以聽到重機的聲音過來 好地上呢 有伸縮風 重機了 像這種警警的話呢 它已經切到我們 它過不去 所以這邊我們也答對了 這個就是危險感知 危險感知的網站 那就是各位以後在外面騎車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車子隨時在走 那這些判斷的話呢 如果你車速太快的話呢 你會來不及啊 所以剛才我們是不是看到青少年死亡率最高 因為騎的太快 騎的太快的話呢 它來不及煞車 就會發生車禍 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騎機車出門的話 要提早出門 因為提早出門的時候呢 你的速度才有辦法慢 那你時間不夠的話 你又騎快 那騎快的話呢 你的環境時間就不夠 就容易發生車禍 所以這個危險感知平台 我是希望各位學員呢 能夠進來 看其他的影片 因為這影片蠻多的 蠻多的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我們剛才談到的 駕駛行為還有呢 合宜的態度 就是你的動作 所以就拉到 剛才那個危險感知系統部分 不要做傷害自己 或影響他人 用路安全的駕駛行為 那駕駛道德呢 其實是一種心態 接下來這個圖呢 就是告訴我們 交通事故呢 人為的疏失 佔了九成以上 百分九十都是人為的疏失啦 接下來呢 駕駛人容易發生的交通事故行為 這個是有影片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行為 比較容易出 車禍 為了騎乘機車的安全 您一定要了解 機車交通事故 最常發生的原因 才能避免危險 知己知彼 一路平安 知己知彼 正確騎乘機車 及交通事故案例探討 當你拿到機車駕照後 代表著今後 你將可以合法騎乘機車上路 從此 你的通行 將會更加便捷 然而 機車代步雖然方便 但其危險性 卻也相對提高 根據警政署統計 近年來交通意外商量人數 機車事故佔60%以上 由此可見 機車安全 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接下來 我們將透過機車常見的交通事故影片 如 遠離大行車 遠離大行車 為依規定直接左轉 為注意車前狀況 變換車道為注意 路口為減速 違反號制及交通指揮 彎道超速失控 酒後 酒後肇事 為禮讓行人 等真實交通事故案例 讓大家了解 騎乘機車時 哪些駕駛行為最容易發生危險 希望透過真實案例的省思 引以為見 減少悲劇發生 確保安全 遠離大行車 機車與大行車發生交通事故 後果總是非常嚴重 難以彌補 所以遇到大行車時 一定要非常小心駕駛 現在我們來看幾則 有關機車與大行車的事故影片 提醒駕駛人多加注意 讓悲劇不再重演 這一則事故影片中 機車原本行駛在大行車的右前方 但要變換車道時 卻直接切到大行車左側 進入了大行車的視野死角 因而造成令人觸目驚心的死亡車禍 大行車在等待綠燈右轉時 有一輛機車自右方過來 直接停等在大行車的前方視野死角內 而遭綠燈起步的大行車壓過 大行車為什麼常常會撞上機車 而大行車駕駛卻不自知呢 那是因為大行車的視野死角很多 許多機車騎士往往會不小心 進入大行車的視野死角範圍內 而發生了意外事故 那什麼是視野死角呢 對駕駛人而言 所謂視野死角就是指眼睛所看不到的範圍 以及因為車輛構造或其他道路上的障礙物 擋住駕駛人視線的範圍就是所謂的視野死角 在照後鏡的輔助下 仍然看不到的範圍也都是視野死角 所以機車遇到大行車時 你看得到大行車 但大行車駕駛卻不一定看得到你 所以要和大行車保持安全的距離及間距 注意周遭車況才是安全的不二法門 除了視野死角外 大行車還有轉彎內輪差的問題 機車騎士也要特別注意 影片中 機車和大客車都同時要轉彎 機車在轉彎時 除了車速過快外 為和大客車保持安全間距 忽略了大行車轉彎時的內輪差問題 都是造成這個交通事故的原因 當車輛轉彎時 前後兩內側輪行進的軌跡不同 所形成的距離差稱為內輪差 而內輪差是隨著車子軸距的長度 以及轉向角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軸距越長轉向角度越大 則內輪差越大 所謂軸距是指前輪軸中心點到後輪軸中心點的長度 轉向角度 轉向角就是指前車輪轉向角度 當駕駛轉動方向盤 方向盤向右或向左轉動到不能再轉的位置 就是最大轉向角 所以 車身越長 轉向角度越大 內輪差也越大 危險程度也越高 這也正是為什麼大型車的內輪差會較大的原因 當機車在路口遇到轉彎車時 應該往路旁移動 並注意與它安全的距離及間距及轉彎車動態 如果看到大型車右轉方向燈亮起時 要保持安全間距 同時要了解 連結車因車身長 為了能在有限寬度的路口順利右轉彎 會將車頭先往左移動至路中心處 爭取到較大的轉彎空間後 再將車頭轉向右邊 機車駕駛人不要錯判連結車的轉向 將機車往前騎 誤入連結車駕駛視線死角 形成獵物落入蜘蛛網內 等機車駕駛人發現 連結車真正的轉向時 已有不及閃避的危險 在歷年的大型車與機車或行人交通事故中 此種案例非常的多 所以建議機車駕駛人 碰到大型車亮起右轉方向燈時 請停留在距離路口5公尺至10公尺處 讓大型車輛先通過 才可避免陷入轉彎車的內輪差範圍內 為依規定直接左轉 許多機車騎士要左轉時 往往因為疏忽或貪圖一時之變 為遵守轉彎規定 而發生交通事故 機車違規定 而造勢的案例非常多 現在讓我們來看幾則 因為違規定左轉而發生的危險車禍 這三則事故影片 都是機車騎士要左轉時 為注意後方來車 直接切入快車道 被後方來車撞上 這則事故影片 是機車行駛進行機車的路段 機車騎士直接切入快車道 遭到後方大型車擬過 這則事故是機車行駛在 設有快慢車道分隔島的路口 直接左轉 被直行的汽車撞上 機車行駛於機慢車道 或是靠右側的外車道行駛 如果直接左轉 就必須要橫跨內側車道 與汽車發生接觸衝突點 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所以機車違規左轉 也是造成機車事故的重要原因 在內側車道 設有進行機車標誌 或標線者 機車駕駛人 應依兩段方式進行左轉 行駛在三線車道以上 道路的右側或慢車道時 同樣也應依兩段方式進行左轉 另外 若路況為單行道時 機車也會有兩段式右轉的問題 機車行駛於左側車道或慢車道時 應依兩段方式進行右轉 此外 路口如果沒有兩段式左轉標誌 或內側車道沒有進行機車的路面標誌時 機車可以直接左轉 機車預備左轉時 在接近路口30公尺以前 顯示方向燈 並變換至內側車道 讓鄰近車輛有足夠的反應時間 並於過路口中心線時才可以轉彎 機車違規轉彎 機車違規轉彎 在國內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中 與未注意車前狀態分別佔居第二 及第三的位置 因此 再提醒機車駕駛 當要轉彎時 切記要遵守規定 才能確保安全 在歷年警方處理交通事故資料中 駕駛人為注意車前狀況的見數 死傷人數 如上一個違規轉彎的樣態介紹 均分別位居第二 及第三位 所以機車駕駛騎乘機車的時候 要全神貫注 保持警覺性 保持安全可煞停的距離 預防隨時發生的突發狀況 才能應變處理 讓我們來看以下兩則 因前方的突發狀況 而發生的交通事故 機車行進間 遇到違規回轉的大貨車 機車騎士為暫停而強行通過 因而撞上了貨車遭對向來車輾過 機車來到路口時 前方號制移轉為紅燈 前車騎士煞停於等待區 後方騎士為注意前方狀況來不及下停 導致發生擦撞意外 騎車上路前一秒的無視 並不代表下一秒的平安 隨時注意前方車輛的動態 當前方車輛煞車燈亮起時 要注意減速 並留意與後方車輛 保持適當的距離 當前車右轉燈亮起時 則要禮讓讓其先行 道路上的狀況瞬息萬變 機車駕駛 一定要非常注意前方車輛的動態 隨時有危機意識 提防各項意外發生 當然,自己所騎的機車煞車燈 也要隨時保持正常 不要任意改裝燈色 使後方駕駛人 能正確判斷前方車輛的動態 車燈是與道路上 其他駕駛人溝通訊息的工具 要正確地表達 就必須使用共同認知的訊息及語言 所以不要任意改裝 以免將自己陷於危險而不知 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隨時可煞停的安全距離 當有突發狀況發生時 才有適當的車輛停止距離 避免危險 什麼是車輛停止距離呢? 車輛停止距離是反應距離加煞車距離 當駕駛看到危險時 踩煞車 煞車啟動作用 這段稱為反應時間 車輛在這段時間 仍繼續行駛的距離 就是反應距離 反應距離 會因車速而不同 通常駕駛遇到危險時 反應時間最少需要四分之三秒 但會因年齡 性別 體能 情緒不同 而有所不同 所以 年紀大 注意力不集中 疲勞駕駛 或者酒後駕車 都需要更長的反應時間 因此 相同的車速下 不同的反應時間 下車距離也不相同 當然咯 車型速度越快 在相同的下車反應時間下 所需的停車距離就越長 此外 不同的車速下 相同的反應距離 下車距離也會不同 也就是說 車型速度越快 在相同煞車反應時間條件下 所需的停車距離就越長 如果再加上駕駛人精神不計 判斷反應能力降低 甚至延遲的情況 就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了 此外 車輛停止距離也會受到天候的影響 比如下雨天的下車距離 則是晴天的兩倍 下雨及起雾時能見度較差 請減速慢行 並打開頭燈 增加照明也增加用路人 發掘機車騎士的存在 提高行駛安全 提醒駕駛人 下雨天時路面濕滑 到路上漆水、飆線及人孔蓋都會打滑 所以要放慢速度 並盡量不要騎乘在飆線及人孔蓋上 再三叮嚀 祝您好行 了解了上述的機車交通事故發生原因後 希望對您以後起車時有所幫助 機車擁有方便、經濟且機動性高的特性 然而機車是兩輪車輛 穩定不如汽車 又沒有保護駕駛的外殼 一旦發生事故 後果都是非常嚴重的 因此騎乘機車時 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 也要建立安全駕駛的觀念 小心駕駛才能確保安全 知己知彼 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知己知彼 是每位機車騎士都要學習的 也是防禦駕駛重要的精神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注意 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祝福各位騎士 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這段影片 正確騎乘機車及交通事故案例的探討 那在片頭前面 有談到 領到駕照之後呢 就可以騎機車上路 是沒有錯 但是各位喔 不要太高興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你拿到駕照 只是告訴你 你能騎機車上路 但是你的經驗不足 會影響到你的生命安全 機車是一部機械 它不是原地在那邊運轉 因為它會在道路上到處亂跑 那速度又會不一樣 那不光是你自己 別人是一樣啊 別人也有速度啊 別人也有機車啊 那就會有些衝突點 那這些衝突點呢 這是要透過經驗 經驗的傳承 不要去重蹈覆轍 這個也是課程的由來 那這裡面談到了 第一項 遠離大行車 特別是要注意 不要跟大行車並且 我們在騎機車的時候 我們隨時要注意 後方來車 是不是大行車 我們是不是進入大行車 視野視角 也就是說 進入大行車的駕駛 看不到你 但是你看得到它 你看得到它不重要 是要讓它看得到你才是重要 第二件事情 位於規定 直接 左轉 我們騎機車 左轉右轉是必然的 那左轉你要注意什麼 他現在有規定 要我們兩段式左轉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兩段式左轉 直接左轉跟兩段式左轉 哪個比較安全 當然是兩段式左轉比較安全 那右轉呢 右轉要注意什麼 右轉一定要在最 右側車道 你才能右轉 因為如果你在中線車道 或者是比較偏中的地方 你要右轉的時候 右側可能會有車子 第三件事情 注意 車前狀況 那注意車前狀況 就是要保持安全距離 看到前面的車輛 他說煞車燈亮了 我們就要油門放掉 要準備煞車 這樣還不夠 你只要你覺得 你已經接近對方車子的時候 你就要放慢速度 要準備煞車了 因為對方車子 如果煞車燈壞掉怎麼辦 你就來不及了啊 接下來第四件事情 變換車道 我們要注意 變換車道我們要注意什麼 除了打方向燈 我們要注意後方來車 這個安全距離夠不夠 可不可以讓我們變換車道 我們變換車道 會不會影響到後方來車 第五件事情 路口未減速 不管是路口 黃燈 或者變紅燈 綠燈都一樣 就是要放慢速度 確認左右沒有來車 再通過 千萬不要看到綠燈 直接加油通過 那第六 違反耗制 還有交通指揮 那什麼是違反耗制呢 耗制就是紅綠燈嘛 或者閃光黃燈 閃光紅燈 那我們知道 紅綠燈 紅燈停 綠燈行 那閃黃燈的意思是什麼 放慢速度 左右沒有來車 我們再通過 那閃光紅燈呢 就是要停車 確認沒有來車才通過 那 交通指揮 一般來說 會有交通指揮的場所 都是 車流量大 那有交通指揮 在指揮 會比較安全一點 第七 彎道超車失控 騎機車可不可以超車 當然可以超車 但是超車不要再彎道超車 因為彎道超車 會有離心力問題 車輛容易失控打滑 那超車的話呢 一定要從 從左側超車 不要從右側超車 那教練這裡也要特別交代各位學員 我們考試第一個項目是考穩定嘛 也就是說 以後我們在外面騎車的時候呢 那穩定性的好 你不要一下偏左一下偏右 搖搖晃晃 那後面車子就會很容易撞上你的 所以騎清楚 騎機車的時候呢 不要偏左偏右 搖晃不定 這樣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第八 酒後造勢 這個就不用談了 喝酒就不要給我開車 因為喝酒以後呢 你的反應呢 會變得比較遲緩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更有趣 喝酒開車 他明明覺得他轉彎過去 一定彎得過去啊 結果有沒有彎過去 沒有 整個汽車呢 騎上安全島 他說明明覺得彎得過去啊 結果沒有過去啊 好第九 為你讓行人 那路口的行人現在有新的規定 那我們在另外一個章節我們會談 駕駛人容易發生交通事故的行為 他列了十項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位於規定讓車 最容易發生事故的地點 就是在交叉路口 那轉彎車呢 為禮讓執行車先行 那五號池入口的事故 支線道車 為暫停禮讓幹道車先行 如何判斷 如何判斷支線道 與幹線道呢 決定誰有優先通行的權利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各位民眾大家好 我是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曾平毅 今天在這裡跟各位要來說一個 我們在路口如果沒有劃分幹知道的時候 這類的路口通常是出現在兩條較小的道路交叉時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先定義這種的路口 叫做同為知道的路口 我們看右邊這個圖 什麼叫做同為知道的一個路口呢 也就是說這個路口我並沒有設置閃光的耗字 也沒有設停或讓的標誌或者標線 因為有的這些可以打理讓我們區分 它是幹道或知道 但是如果都沒有設施的話 各位可以看像右邊這個圖 都沒有相關的設施 那這種路口就表示是 我們同為知道的一個路口 那同樣都是知道的這一種路口 既然沒有劃分幹知 那它可能車輛來到這路口的衝突 大概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的話是最左邊這一個 也就是說有一部車是要轉彎 有一部車是要執行 也就是轉彎車跟執行車的關係 第二種情況來講是 兩部車通通都要執行通過這路口 也就是這個藍色的線 第二個圖的部分還有一個 同樣都是在這個路口 其實它都要左轉彎 那這種的話其實也是可能產生衝突 那第三種的情況就是 最右邊的這個圖 我們對向有轉彎的車子 兩個一個是右轉彎 一個是左轉彎 但是它卻要進入同一個車道 那這樣的話誰應該有優先的通行權 同為知道的這一種路口 我們根據法規 其實可以按照以下這三個方式 來判斷不同情況之下的通行規則 第一種是轉彎車要離讓執行車 第二個是左方車要離讓右方車 第三種是要進入同一個車道的轉彎車 右轉彎車應該要離讓左轉彎車 首先是第一個情況 這個圖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並沒有設置耗制 或者是閃光耗制 地面上也沒有標誌 然後也沒有放在路車的那個 Sign 那個叫做標誌 所以這是屬於同為知道的一個路口 那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右邊的這個 A車是要右轉彎 B車是要執行 那誰有優先的路權呢 那根據我們的第一個法則 轉彎車要讓執行車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應該是A車 轉彎車應該要讓執行的B車先行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來講是 左方車要離讓右方車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民眾都不太知道 什麼是左方車什麼是右方車 事實上這是相對兩部車的位置而言 從這個圖各位可以發現是有 A B兩部車 A是在B的右側 B是在A的左側 所以相對的來講 B車是A車的左方車 而A車就是B的右方車 這是AB兩個部車的相對位置而言 但是各位可以在右邊 也看到一部車是C車 那C車對於A車來講 C是在A的右方 是它的右方車 A是在C的左方 所以是它的左方車 所以A跟C也是這樣來劃分 那這裡面我們也看得到 B跟C 那它們是什麼關係呢 其實它是對象要進入這個路口 我們說它們兩個其實是叫對象車 左方車跟右方車其實是相對性而言 那我們的法規寫的是叫做 左方車要你讓右方車 我們接著來看下面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沒有設置耗製 左方號字或者是有標線標字 劃分幹知道的一個路口 那A跟B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通通都是要執行 我們根據前面的一個通行規則已經知道 左方車是要讓右方車 但是A跟B誰是左方車呢 各位可以發現 A是在B的右方它是右方車 B是在A的左方所以是左方車 所以左方車要讓右方車 A就有右線的通行權 再來第二個情況就是 各位看看這個路口 兩部車都是要左轉彎 但是也沒有發現有耗字 閃光耗字或者是標字標線來劃分幹字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A跟B雖然都是要左轉 但是B是在A的右方 而A是在B的左方 那我們知道左方車是要讓右方車 所以其實A就應該要離讓B 右線通行 所以這是同為左轉彎車的情況 接著是第三個部分 我們要談的是 對向行駛而來的轉彎車 它兩個都要進入同一個車道 那誰會有優先的路權呢 A車其實是要左轉彎 B車是要右轉彎 這兩部車要進入同一個車道 我們的法規現在的寫法是 右轉彎車是要讓左轉彎車先行 它可能最大的理由第一個是 右轉彎其實它的視野比較OK一點 因為右側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相對A車來講是這樣子 但是相對的A車也是一樣 它要左轉彎車 它要面對對向來的可能的執行車 也有面對其他的車流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要在入口裡面曝光的情況 也比較多 風險也相對較高 所以我們在法規上 我們現在是規定 右轉彎的B車其實是應該要讓 左轉彎的A車先行 我們接下來有幾個問題 來考考熊平安 熊平安老師問第一個問題 在這一個路口 機車要右轉彎 而汽車是要執行 那是汽車要讓機車 還是機車要讓汽車 要選汽車 它是執行車 擁有優先通行權 答對了 執行車是有優先通行權 老師問第二個問題 在這一個路口 A機車跟B機車都是執行車 這是一個同為 都是知道的一個路口 請問誰有優先的通行權 這題我會 A機車是右方車 所以有優先通行權 答對了 機長 接著老師問你第三題 第三題是A機車跟B汽車 通通都是左轉彎車 在同一個路口 而這個路口是都沒有劃分 都是知道的這樣路口 那是A機車還是B機車 是有通行權 要選A機車 它是右方車 所以有優先通行權 這個圖顯示 A車是右方車 所以它是有通行權 你又答對了 很乖 接著來問第四個問題 對象使來有兩輛車 都是轉彎車 一個是左轉彎 一個是右轉彎 要轉入同一個車道 請問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應該誰有優先的通行權 這題我知道 A機車是左轉車 它有優先通行權 答對了 因為我們左轉車是A機車 所以它有優先的通行權 來 擁抱一下 在位化分幹制道的路口 或簡略衝為同為制道路口 全部形象均無設置號制 及停讓設施的路口 其機車需依據行車方向 及相對位置來判斷通行順序 更多資訊請上168交通安全入口網